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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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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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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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土司好了 然後一個古早味紅茶 大杯小杯 大杯的好了 好謝謝 9點50分 吃飽了 吃太飽了 滑回去好了 我要去辦公室 我帶走 市民大道 我發現華市民大道比較好 都綠燈 都是綠燈 又還會滑這邊好 比較快 天氣很棒 這個天氣不會熱 然後 涼爽 好走這邊 剛剛我去吃那家犀牛早餐店 那為什麼會去吃那家你知道嗎 是因為 早上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今天要吃什麼早餐 在地上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Google 我就發現 欸 我們這附近有好多家新的餐廳 然後我就去看IG 看IG上面有沒有人PO 我這兩個比對之後發現 欸 這家好像 好像可以試試看喔 然後離我們家又不遠 剛剛感覺是店裡是乾淨 但是就是沒有人 可能是我時間比較晚 剛剛9點多了嘛 但是都有外送的一直來取餐 那我剛剛就貼了幾張照片 在IG跟粉絲團 結果那個 犀牛這家 犀牛這家就跑來留言 對啊 反應很快 我覺得現在 這些店主都蠻厲害的 他怎麼知道 欸怎麼知道我們有留言 可能是 我有打卡的樣子 也許 欸上面掉這個 蠻酷的 好 走 繼續 繼續滑 我說滑獨輪就是這樣 不要趕時間 偶爾路上會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好 4點1分 剛剪完那個Smart Control的影片 我等於是昨天拿到昨天開箱 然後今天撿 很少動作這麼快 因為那個我很熟 所以很容易上手 再加上我又有興趣 好想去買那個 蔥油餅 對今天V11到四台 不過那都是9月份 9月份之前訂 有些人等了兩個月 對啊 不好意思 但是人都很好 沒有說 怎麼等那麼久 好 4點7了 欸今天很快 沒什麼等 買了蔥油餅 跟韭菜盒子 然後回去配咖啡 然後晚一點呢 我本來想開箱那個弓箭 但今天可能沒時間 我們來開另外一個東西 問題是我女兒的電腦 待會 午安 算晚安 算晚安 6點鐘 來快速開一下 這個東西是幫我女兒開箱 為什麼說是幫我女兒開箱 Lenovo 很輕耶 1.26公斤 好先講 為什麼 為什麼會買這一台 因為我女兒上大學 然後 這幾天我看她在寫作業 就是在準備作業 然後一直要去跟同學借電腦 那我在想說我們家不是沒電腦 我們家有個iMac 只要iMac 舊了一點 剛剛我發現她用的程式 都會要用到Windows 可是我家裡的電腦 老實說都沒在整理 都沒在整理 因為我在家都用筆電 所以那台iMac 21 21吋 我還有一台27吋 完全沒在用 對 但是因為我在想說 應該幫她準備一台筆電 那本來我是鎖定 我本來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是 我把我現在那台 MacBook Pro 2017年的MacBook Pro 15吋給她 我再買16吋 這是我最初的想法 但是後來我覺得 我現在15吋 老實講 經過我幾次換新 它電池還是新的 很好用啊 我實在是沒有必要換 再來就是我覺得 我把15吋給她 有點浪費 那我退而求其次 我就想那不然我來買一台 MacBook Air MacBook Air 對學生來講 有一台Air應該很酷 對不對 然後它價格也比較合理一點 大概是在三萬塊上下 然後如果是學生專案 兩萬多 現在有學生專案 所以我昨天去 昨天去修那個 AirPods Pro的時候 我有順便看了一下 我打了一下 老實講 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 但回來我想 我就這樣買那一台 還是我乾脆找一台Windows的筆電 因為其實它很多情況之下 都是用到Windows 因為對它來講 它不太會用 Mac上面的東西 它平常都是用手機 然後再加上我前陣子 給它一台iPad Pro 所以它已經有iPad了 又有手機了 是不是有需要再一台Mac 我覺得不見得 如果真的需要Mac 回來我還有一台可以用 但是我們家沒有Windows的筆電 所以我就想 好不好買一台Windows 品牌很多 為什麼會買這台 純粹是剛好看到它的顏色 粉紅色 顏色是粉紅色 然後重量又輕 1.26 1.26 還是厚 厚度跟MacBook Air 比還是有差別 它比較厚一點點 可是小台啊 這麼小台女孩子 蠻好看的 Lenovo 對 Windows的筆電 而且已經Win10了 我不需要再幫它灌軟體 然後它有送 它有送一年份的Office 365 這個給它用就好了 就不用再裝了 長這個樣子 蠻可愛的 這上蓋是鋁合金 這也是鋁合金 但是下面 下面不是 怎麼心機就少一個這個墊子 我在考慮要不要 要不要 退換貨 還是我自己處理 這不是大問題 如果是你們 你們會退換嗎 我可能不會 我可能直接找個東西把它佈上去就好 但是我會反應 我會跟客服反應 對 好 簡單開箱 至於執行這沒什麼好拍的 就是 長這個樣子 13吋 13吋 好 接下來6點20分 那個 一位鄭先生 就上次在 在那個溜冰場 有跑來探班的那一位 他要來領他的V11 好 就這樣 那待會再來泡咖啡 再來聊今天做的事情 好晚安 7點27分 剛剛我不是拍開箱嗎 然後後來 少了一個腳墊 那少了一個腳墊 我的印象就不太好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我到PCOM去問一下怎麼處理 結果 我本來是想說 問說那個腳墊能不能補一顆腳墊給我 但是他上面是說 建議我直接退貨 直接退貨再重訂一個 比較快 當然這樣比較快 可是 那個FU就沒有了 然後我又覺得那個 筆電啊 小台歸小台啦 這麼厚耶 大概有1.2 應該有 我沒有看到規格 看到食品這麼厚耶 然後底 底面的殼是塑膠殼 不是鋁合金的殼 所以我在想說 還是幫我女兒訂 Air 然後因為現在剛好有教育價到10月12 我剛問過在蘋果上班的朋友 他是建議我說 直接買教育價比較便宜 因為現在還送AirPods 如果透過他們買呢 才折沒多少錢 那他是說 因為教育價都是統一 13吋都折3200 所以他認為買教育價比較划算 我說喔 好吧 那我這兩天不是會去拿耳機嗎 對 我那個AirPods Pro 換右耳 會拿耳機的時候 我再去拿 然後他送的那個AirPods 我就可以給我兒子 因為我女兒已經有 好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配法還比較好 說真的 有時候買賣 買賣東西就是這樣子 那個第一印象 你第一印象 壞了 說真的 會讓我立刻 去思考說我要不要繼續買 還是我乾脆 換 也一樣花兩萬多塊 一個是兩萬一千多 一個是兩萬八千多 反正都已經兩三萬了 說真的就沒差了 那一台筆電好好用 其實可以用很多年 不過女兒很難受 很難受 可能要再買Care 再說吧 再說 自己再摸摸 然後今天剛剛 今天那個V11到了四台 對 那都是之前有些朋友訂的 最久的有一個朋友是八月 八月中左右訂的 八月中左右訂的 但他等很久 很不好意思 不過還好他們人都很好 對 能夠體諒 能夠體諒 然後今天都寄出去 有一位 林先生 他從台中明天早上來麵教 我本來是要幫他寄 然後他說他想要自己來 他說好啊 來碰個麵 然後今天我今天花了蠻多時間在剪一支影片 是那個SmartController DJI的那個 那個是真的好用 真的好用 除了他比較重比較貴之外 有些人會買不下去 但是說真的你在飛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體驗不一樣 就是看得很清楚 其實很多人會有一種錯誤的理解 他們會想說我要用iPad來飛 有沒有很多人會用iPad 但是iPad大歸大 畫面大 可是要亮度低 所以你在大太陽下 有些人會在這種遮光照 整個擋起來這樣飛 有沒有 我覺得那很麻煩 重點不在大跟小 重點在他清不清楚 他如果夠清楚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用iPhone 飛沒問題 這個大小是沒問題 是他亮度的問題 就是你在大太陽下 根本就看不見 那這樣有時候我會戴墨鏡 大太陽下戴墨鏡 根本看不到 變成你要把墨鏡摘掉 墨鏡摘掉看勉強 可以看得到 可是太熱的時候 他的亮度真的會很暗 對啊 那那個SmartControl 他的優點是他亮度高 對那我現在是還沒有在大太陽下面試 我在想他應該不至於會像iPhone那樣 按成那個樣子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光這一點就值得買 只是說不便宜 要一兩萬塊 說真的有時候都是價值觀的問題 就像我今天買這台筆電 買了之後說真的 這台 我買了開箱了他少一個 我剛剛本來自己做了一個 我已經把它補上去了 可是後來我覺得 你看這側面這麼厚 但是小孩子用其實是OK的 可是說真的我自己都不是很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我都沒有很喜歡 那我買來給小孩子 好像不好 好像不好 那 不是說買得起買不起的問題 因為我是覺得 錢在那邊就是數字 那你 你該用的時候 該用該花的時候 就花了 當然你拿去做別的投資 那另外一回事 可是投資有賺有賠 我不是沒有投資過 我以前投資有賠過 那時候有時候想一想 你把投資賠的錢拿來買 什麼東西都好 所以我現在不太投資 專心工作比較重要 專心工作 然後適當的休閒 然後自己身體照顧好 該運動要運動 今天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去跑步 好吧 今天就這樣子 那 明天 明天有人會來拿VC 還有一台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下一批要等雙十節過後 雙十節過後 有一個朋友說要訂 然後那個 另外有一個YouTuber 我先不講是誰 萬一他不要訂 講太早 他如果確定要訂 我再跟你們分享是誰 好吧 就這樣 因為他說要拿那一台去環島 好 拜拜 今天禮拜三 你們看影片禮拜五 哇放假 對 假日愉快 拜拜 好 拉一下再走 好 拉一下再走 好 呼 GoPro停止錄像 竟然下雨啊